你给我出来 你这干什么呀 你说干什么呀 还没让你在屋里想回呀 你说说你那种家里有什么用呀 你看家里多少活你都不知道干 你们俩在这干什么的 儿子 你看你这媳妇 该管教了 在家里什么活都干不好 你也真是瞎着眼了 怎么就看上她了呢 你们两个别闹了行不行 你看我们这样 笑着再跟你闹吧 今天我跟妈 就要把她赶出家门 这种媳妇根本就不怎么样 兰兰 她是我的妻子 敢不敢拿走 是我说的算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哪有你这样说你的嫂子的 你醒他强子 这话是我说的 现在让他从他家赶出去 妈都这样说了 你还不赶紧动手 我不敢 这就是闪闪的家 他哪也不能去 我就想不明白了 闪闪哪一点不好了 在家里的家伙国都是他干的 你们还是总是嫌弃他 这个家里我喝的菜 我说让他走 他就要走 这件事 别叫我 这件事是必须听我的 行了 强子 你别为难 我走 嫂嫂 怎么这样就好了吗 三年四个人是娘 你们俩不也太过分了 行了 别说了 我们都是为你好 你看不出来呀 真是的 闺女 走后再换街去 行 儿子 这姑娘是谁呀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新谈的女朋友 她叫燕子 你可别说 这姑娘长得多漂亮呀 是 比前面给强多了 姑娘 你好 你好 妈 我已经给莎莎离婚了 现在 不会惹你生气了吧 以后 我就跟燕子一起生活了 那好 儿子 还是您孝顺 你看看 你多有眼光呀 这燕子这姑娘呀 我一见呀 我就喜欢 兰兰 这燕子找得漂亮吧 是啊 可漂亮了 妈 兰兰 只要你们俩喜欢就行 我等会还有事呢 你们俩跟燕子在家里 先说说话 那行 等会 你们妈先在家里 待一会儿 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我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儿子 早点回来 你看 燕子是吧 走走走 咱回家 快走 燕子 赶快坐 赶快坐 小嫂子 我看见你这么年轻 你多大了 你管我多大呢 还有 你会不会说话 什么小嫂子 大嫂子 你有几个嫂子 不是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我看你这么年轻 才叫你小嫂子的 你还不吃好奶呢 行 燕子 你别说了 这叫你嫂子的 不喜欢那么久 以后你叫嫂子就是啊 我知道了 我说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我都坐在这里半天了 不知道给我倒杯水吗 一点眼色劲都没有 这怎么那么多事啊 去呀 行了 燕子 你别说了 赶快去给你嫂子倒杯水 行 倒水去 燕子 你别生气 这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在这个家里 不要拘束 这事还有你说 我当然不会拘束了 喝吧 你这什么态度 你不想让我喝 你直说 你怎么回事啊 你让我给你倒水 我给你倒了 你怎么那么多事啊 你那是倒水的态度吗 你不想干 你可以不干 我给你倒水 那是看得起你 要不是我妈说 你会不会想跟你倒啊 我是看你第一次来 所以对你客气一下 以后这些活 都是你干 你知道吗 凭什么我干啊 我告诉你 以后在这个家里 我说了算 我让你干什么 你就背去干什么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告诉你 你是谁呢 你给我放尊重点 燕子是吧 你够了 我告诉你 以后在这个家里 我说的算 你说了算 你是老几啊 你说的算 你说我是老几啊 我可是你未来的婆婆 我认你 你是我婆婆 我不认你 什么你都不是 你嘴巴过错的 你父母呀 是怎么嫁你呢 不知道最近长辈呀 你的素质都没有 长辈 你也配我尊重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之前是怎么对你儿媳妇的 他性格好 好拿捏 我可不是那样的 我告诉你 在这个家里 谁欺负我 我就给谁对着干 我以前 对我儿媳妇怎么样 那是我的事 我就知道 以后在这个家里 什么事情啊 你听我的就行了 我听你的 凭什么呀 就凭啊 我都把你娶进门 你是我们家的人 这个家我妈当家做主 以后家里的活 就由你来干 我今天还就告诉你了 我嫁进你家是享福的 不是来替你家干活的 跟你家当保姆的 好呀你 来了 给我打 让他知道在这个家里 谁是一家之主 行吗 你给我打一个试试 我告诉你 我这几年财拳道 也不是白练的 我不介意拿你们两个练练手 你 我告诉你们 以后你们试龙 也得给我盘着 试虎 也得给我握着 处这干什么呀 你 去把衣服给我洗了 你把地板给我擦了 快去 让我跟你洗衣服呀 我在家里可是从来都没洗过衣服呀 你再说一遍 没有洗过 从今天起 所有的衣服都给你洗 快去 那我现在就去 去呀 看什么看 好好干你的活儿 这儿子怎么还要不回来呀 快点脱 呦 家里这么干净啊 哎 儿子 你可回来了 怎么 太阳打气败出来了 哎呀 哥 你终于回来了 是呀 儿子 你儿子再也不回来 这你们俩 以前没干过活呀 今天怎么回事啊 很爽呢 还不是因为他 他怎么了 他让我们干的 他让我们洗衣服 您的衣服呀 我都洗了十多次了 他还不干净 这地我都脱了八遍了 他还是觉得脏 你看妈的手 这些啊 都是你们这种自觉 儿子 都到现在这个时候了 你怎么还能这么说 我和你妹妹呢 是呀 你怎么向着他说话呀 他就是个外人 那你们能让我怎么说啊 以前我找了一个 那么好的媳妇 你们不好好地珍惜 我把他赶走了 换了一个 现在你满意了 这不是你们正想要的吗 你们好好想一想 以前珊珊在的时候 没让你们干过一点活 珊珊洗衣服做饭 什么家伙他都不好了 你们还总是嫌疑他 洗衣服洗得不干净 饭做的不好吃 哎呀 儿子 你别说了 这以后 我们两个再也不嫌疑珊珊了 要不你还是让珊珊呀 接回来吧 是啊 现在我跟妈也知道 嫂子的好处了 你就把嫂子你接回来吧 这样下去 妈的身体可受不了呀 珊珊 进来吧 珊珊 那你回来吧 珊珊 你们以为 我舍得跟珊珊离婚呀 这只是我叫燕子过来 帮我演一出戏罢了 啊 儿子 你这是干什么呀 是啊 你怎么能骗我们呢 害得我跟妈今天多累呀 我不这样做 你们会想起珊珊的好吗 我告诉你们 我才不会听你们的话 跟珊珊离婚呢 只有被家人挑拨 打骂媳妇的人 那是三观不正的废物 在所有亲情的排序中 妻子是第一位 儿女是第二位 父母才站在第三位 啊 儿子 难道妈在你心里 排到第三呀 妈 你好好想一想 但凡是把这些顺序排列错的人 哪一个家庭都是过得一团的 哥 那我排在第几位呀 你 你的位置在你破家呢 赶紧我滚 都是嫁出去的人了 整天往娘家跑 挑拨我跟我妻子的关系 你说要个什么妹妹呀 以后好好过你的日子 没事 别往娘家跑 珊珊 咱们先走吧 阿姨 你要想你儿子 过得好 你就不要插足他们夫妻之间的事情 要不然 这个家只会被你搞得鸡犬不宁 闺女 是不是咱们两个做错了 看这样子 应该是的 你说 咱们两个在家里的时候 怎么能那样对我嫂子呢 是啊 蓝蓝 这以后咱们两个在家里 也干点家务活 这活呀 不能让你嫂子一个人干啊 行 我都听你的 那 你把地擦好吧 我去做饭去 行 好 好 好